最近法国巴黎晚上常出现一群蜘蛛人 他们都是跑酷好手 就是用城市的矮墙栅栏 当做障碍训练的极限运动员 飞檐走壁是小case 但是蜘蛛人们的目标不是坏人 而是到了晚上还不关掉的店家招牌灯 巴黎市政府十多年前就规定 店家凌晨一点到六点之间 不准开招牌灯 但十多年来没有人鸟 尤其是香榭里舍大道的高等商店街 到了晚上亮的跟什么样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恶物战争爆发之后 各国都要节能 于是跑酷高手们就组队帮关灯 只要店家下班没关灯 他们就直接爬到三四公尺高的招牌上 把外部的店员按掉 有的时候连民宅的室外灯都一起关 当然又有人质疑 这样是不是合法 警方说只要没有破坏公物 就睁只眼闭只眼 你同意这些关灯支柱人的做法吗 想看更多按赞加分享